大家好 歡迎收看Nanako的金舌頭 今天Nanako的舌頭 要幫大家品嘗什麼樣的美食呢 沒錯呢 一樣是我們的連鎖咖啡店 本土企業 路易莎 那他們的甜食呢 跟他們的咖啡呢 一樣 算是相對來說比較親民 銅板價 銅板價 在那個臨前出門其實就可以買到這些甜點 它可不可以吃出 超出這個本身的價值的美味 而且值得讓我推薦給大家 極客第一個呢 就跟Nanako一樣我的習慣 我看到檸檬塔我是必點 所以我們來吃看看 它的正確品牌叫青寧塔 如果看我們上一集星巴克的甜點評測 你會發現路易莎是比較便宜 但它的體積啊 也比較相對來說小一點 真的是銅板到不能再銅板 它塔皮好吃耶 它是有口感的 它是鬆鬆 但它不會很紮實 很乾爽 就是你還是吃得到一點這種 小麵粉的香味 然後它本身味道不會很強 而且它著重表現的是它的內餡 那我剛剛有點擔心是覺得它的內餡看起來會比較硬 實際上吃下去的時候是很快就會消失的 而且它的檸檬塔很酸 我覺得它有表現出檸檬塔酸的那一面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還蠻好吃的 45塊 有競爭力喔 有競爭力耶 這個檸檬塔很好吃耶 再來呢也是不可思議的超便宜 馬德蓮 而且它們馬德蓮就是這樣子一個一個賣 而且它馬德蓮的模具不知道去哪裡買的 異常的巨大 比我們自己自製的那個馬德蓮還要大一點點 顏色沒有很深 但是滿上色均勻的 而且有斗窄 它確實有做出馬德蓮比起雞蛋糕跟扎實的口感 然後帶一點奶油香 除此之外 沒有值得記憶的點啊 但我覺得它至少抓住馬德蓮的特色 就是口感 像拿到自己會用一些調味 像橙皮或檸檬皮 但25塊也不能要求多少 算是入門款 25塊能夠吃到這樣的馬德蓮 我覺得也是OK了啦 很像鄰居的馬德蓮 我們第三個呢是 算是網路上滿多人推薦的 它的脆皮泡芙 比較深色的這個是巧克力 淺色這一個是摩卡咖啡口味 它就是泡芙烤完嘛 然後外面就是裹一層巧克力 然後這個可能是一些Crumble 餅乾或者是堅果類 我就說吃看看就知道 微妙 真的嗎 可是這很多人推 微妙 好這個脆皮泡芙呢 應該就是要冰冰的吃 它外面那個巧克力就是有 不是那種融化的 不是醬喔 它就是已經 可以掰開那種脆度 所以它幫泡芙多了一個口感 但它本身呢 內餡啊 也有甜度 然後外面巧克力又有甜度 所以它整體吃起來 我覺得超出我的忍受範圍 我的喉嚨現在都是糖的味道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這樣的做法呢 雖然看起來我也覺得很新穎 但泡芙本身存在的意義非常薄弱 被內餡跟外殼 牌擠 牌擠 它很像一個可憐的小女孩 躲在後面 沒有人看到它 它可能現在已經只有150公分 前面兩個都是占水塘跟林志玲 再怎麼說內餡很膨 它至少還有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是吃泡芙 這樣的做法是很新穎 但我覺得比例上 拿捏 就是這個真的要拿捏好 像它那個內餡啊 會不會是不一樣的呢 我們就吃看看這個摩卡 內餡是一樣的 但它外面脆皮可能是咖啡風味 嗯 有一個優點 它的內餡非常滑順 拌得非常均勻 但整體搭配是偏甜了一點 哇 上面灑著金粉 而且呢 這個甜點非常有趣喔 它非得要取一個叫愛情靈藥 我需要的不是愛情靈藥 我需要的是愛情特效藥 但大衛給我的都是愛情靈藥 我覺得它可能就是有點像是布朗尼那種表現形式 啊 巧克力味道很香 愛情來了嗎 確實它吃起來就是有點像布朗尼的表現方式啊 就是 嗯 它加了葡萄乾在裡面 確實有一種 酸甜的那種少女心 果然叫愛情靈藥應該是這樣來的吧 而且我覺得大概一小塊可以吃很久耶 因為它的巧克力味道滿濃烈的 然後搭配上有一點葡萄乾的酸味 其實是還滿中和的 所以約會點這個你會生氣嗎 不會耶 這個滿滿可以的 喔 超級牛肉 三十五而已喔 三十五 好評價的愛情 評價的愛情 這個是 他們的蘋果派 好 那 這個負品很多的 真的嗎 真的 負品很多 好沒關係說不定 我會吃它憋有用心的地方嘛 這個是杏仁奶油吧 那下面是紅紅的是什麼 靠用 它有三層東西嘛 四層啦 上面的蘋果片 中間黃色的杏仁奶油 跟這一層偏九紅色的 然後還有外面的塔皮 但它四種口味我一起入口呢 造成一個衝突 我分不清楚方向 很像四個狀態趕上前面 然後他們每個都一直迷中步 我認不清楚哪一個是哪一個 所以它就沒有想像中口感的和諧 這一個黃色就是杏仁奶油 就是它烤的餡之後會產生 就是像這樣的 鬆鬆的這個口感 那讓我比較 覺得特別的地方 是它這一層 這一層 應該是無花果 無花果的醬 無花果的果醬 它香味非常的特殊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搭配 它這樣搭配的狀況 會讓我覺得它們四個 其實是獨立的個體 它取名叫做蘋果派 但是蘋果 沒有味道 幾乎 沒有 就是只能靠上面這個烘烤的蘋果 但那蘋果烘烤過後其實 水分會脫水 它這樣有點像是脫水的狀態 變成說好像只是 但你叫蘋果派欸 柚香巧克力日常蛋糕 柚是柚子的柚 願意這樣嘗試這個甜點的搭配呢 我先給它一個欽佩的分數 欸 是很扎實的欸 海綿蛋糕然後夾慕斯 隆重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確實吃得到柚子的味道 有一個柚子鋪皮的清香 但 這個蛋糕 讓我吃幾口 缺會有點偏膩 我剛才分層吃 我發現它的海綿蛋糕 本身甜度不高 但 它的慕斯 可能 躺下的比較多一點 是為了讓柚子的香氣拉上來 我就覺得它內餡 這樣子有點太多 如果它在裡面加一點柚子 那種小小的一點 果肉 或者是醃漬的這個柚香 就是一點絲 刨一下 我覺得會更加分 那接下來算是一個明星商品 這個廣告導致是非常大 採用的是 一斤聽說要價五萬日元的 金天格抹茶做的 八色乳酪蛋糕 它用的一斤五萬元日幣呢 大概一萬五台幣 一克要十幾塊 算得有夠金 六十塊 其實也不會貴 這樣六十塊而已 它是沒有底的欸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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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哦 那麼多 哇 謝謝 非常完美 這乳酪蛋糕非常完美 它這個抹茶的味道是 有點層層堆進 有點像爬坡你知道嗎 因為你咀嚼的越多 口水分泌的越多 你的乳酪蛋糕在你的嘴巴 產生化學反應 它的抹茶就會一直 爬到最高峰 然後 後面留下的就是 茶葉的輕苦味 你喜歡吃抹茶 你就不要怕它的輕苦味 如果你說你愛抹茶 但是討厭抹茶苦 那你就是不愛抹茶 但唯一一個小缺點 我覺得巴斯克乳酪蛋糕的表皮 可以再焦一點點 因為其實如果再烤久一點 說不定上面會多一個口感 我覺得 就是讚 我們喜營今天的倒數第二位 就是這個 巧克力波士頓 因為我覺得它好聚哦 它是黑森林 所以它本身帶有一點黑森林的特色 其實它兩層 它上面這一層也是慕斯 開始有點胃洽生了 幾位服飾訂呢 今天的廠商到了嗎 夜配廠商 夜配廠商到了嗎 如果吃太多酸 不是很適合嗎 好 OK I got it 為什麼 它叫做黑森林波士頓呢 因為黑森林有一個非常主要的原料 想必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櫻桃啦 它的內餡是有櫻桃的喔 所以吃起來的感覺不會那麼boring 但黑森林本身另外一個特色 就沒有被它採納 就是黑森林本身是帶有強烈酒味的甜點 但它的櫻桃是幼桶版的 就無酒精的櫻桃 所以吃起來是甜甜的水果乾 但富含水分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它的鮮奶有打得非常的綿密 就它的內餡很綿密 再加上有點那個水果的點綴 確實有點像在吃黑森林的感覺 但除此之外也沒什麼好說的囉 謝謝大家 每間店就是自己都會做出 像這樣的提拉米蘇 我覺得就很想要嘗試 好 尋找熟吃餅乾的任務再度就失敗了 好啦為什麼 什麼 它是一個咖啡海綿蛋糕 它只是抽取了幾樣提拉米蘇的元素 像咖啡 但它手指品剛剛換成就是像這樣的海綿蛋糕 但這樣的搭配呢 其實有點像是結構式的提拉米蘇 它把一些元素抽取出來了 提拉米蘇齁大家有知道嗎 組成成分就是 泡過酒跟咖啡水的熟吃餅乾 搭配上慕食和馬斯卡彭 馬斯卡彭的比例本身應該是會一半一半 跟熟吃餅乾 但它這個提拉米蘇 完全只有上面一層 薄薄的喔 這一層 它的下面全部都是 像海綿蛋糕的蛋糕體 然後中間有一層是突久了 其實不難吃耶 就是你不要考慮它是正統的提拉米蘇 對 蛋糕 蛋糕口味 蛋糕口味來說 其他米蘇風味的蛋糕 那到底呢 今天試吃的結果 Nanako的前三名推薦的是誰呢 我們就從第三名開始介紹起 想不到呢 我也是有推薦檸檬塔的一天齁 檸檬塔呢 我覺得還不錯 酸味真的是非常夠 好 第二個推薦的呢 居然是 愛琴靈藥 我本來想說它的名字 我就是對它的那個印象 想滿提議 對 想說那小清雲點嗎 愛琴靈藥 要說我是路易莎的店員 想說耳不噁心 確實這個呢 類似像是布朗尼的口感呢 還有裡面加了一點果乾 好味 上面也灑了一些小金箔 而且價錢來到了 史上新低 35 只比Madelline貴10塊 這個搭咖啡確實 誒 說不定更有這個相輔相成的效果 好 想不到蘭拉高的金舌頭呢 因為我被這個 搶打商品 主打商品打動的一天 我對主打商品都有個疑問 它是操作嘛 公格 贏錢 什麼也好價 光 不過呢 它確實表現出了 乳酪蛋糕應有的口感 跟抹茶的清苦味 我覺得我給它 今日的榜首 而且 價錢呢其實也不會 也是銅板價啦 60幾塊 但是這個門市的 進抹茶的很少 哎呀你看 怎麼會這樣 對因為抹茶其實也算異類 不是異類啦 就是少數 但我覺得如果你不怕 你也願意吃看看 我覺得我蠻推薦的 以上呢真的是純屬個人 以上真的是純屬個人口味 不要對我頗有氣 希望大家如果身邊有好的 不是啊 大家如果身邊有好的甜點店呢 或有好的企劃呢 好的主題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煙食甜點店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天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愛情連藥 我就看我今天吃得怎麼樣 今天在外面沒被搭訕 我告訴你 我要再扣他分數 吃甜食其實對於很多男女之間 我覺得是蠻催情的 因為他慢慢吃得很優雅 你可以看到一個人在吃 如果他吃甜點 偏要像在吃泡咪的 我告訴你這個是情欲詮絲 但他如果如果一個人這樣 有沒有 好 Pierre 你要且 commentary 我像你們 在家裡 感谢观看